市长谢果良在公务处长陈耀川的陪同下 爬上新峰街的边坡视察防台工作 由于日前的山土尔台风造成这里发生大面积的土石崩落 面对康瑞台风来势汹汹 市府绷紧神经积极做好防台措施 一边是那边一边是这边这样两边倒 这边的水就倒向这边来往这边的山沟下去 那边的水就往那边的水沟下去这样 这个水量蛮大因为面积很大 是 技师已经在设计了大概12号会设计好 江基石设计好 我们到时候会直接帮他做挡路墙 也跟四人地主谈好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道路 所以我们就先帮他做起来 市长谢国良指示要加强边坡裸露面的覆盖及倒水 公务处方面表示除了加强帆布覆盖之外 也会施作临时节楼沟倒水 并架设远端监视系统 随时监控边坡的情况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